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必要的 他们应侍奉和养活教室和歧视 但城市的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终极目标 因此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是最低贱的等级 12世纪中叶以后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者和商人也被列入劳动者等级 后来法国召开三级会议时 教室被称为第一等级 世俗封建主被称为第二等级 既不是神职人员又不是贵族的人被称为第三等级 这一理论是经济上 政治上 占统治地位的教会和封建主 为美化他们的统治而制造的舆论 然而 实际的社会等级状况是经常变化的 比这一理论要不大得多 14世纪的西欧国王已经摆脱封军封城制的强烈影响 开始经常强调全国的臣民都归他统治 勾印供养国王和他的政府 在观念上 国王仍然把臣民分成三个等级 但在事实上 构成王权社会基础的 除了全国的教室和世俗封建贵族 还有城市的上层市民 市民的力量起初未不独到 他们只注意本城市的利益 只是在工商业和国内外政治的发展 使市民的利益超出了本城的狭小范围之后 他们才改变了对国家事务的冷淡态度 开始帮助国王促进统一 以利于自己的发展 14-15世纪正是这样一个时代 市民在政治上的兴起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是工商业的普遍发展式城市新逻辑过 市民人数众多 国王无论是为了财政的目的还是政治的目的 都不能互日益重视城市市民 市民中的上层分子所掌握的财富十分可观 他们是国王和大封建筑经济上依靠的对象 政治上他们操纵社会的城市的政局 左右城市的政治倾向 并且以出席等级会议 担任国王官吏等形式加入国王的政府 他们并不是作为一种外在于西欧封建社会的力量 同国王达成妥协结成盟友 更不是国王的谈判对手 他们自身就是这样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 是国王为首的封建政府的最重要的管理来源之一 当时各国都有一些著名的富商在活动 他们借给国王大量金钱 帮助国王筹划财政事务 管理国家的手工业作坊和矿山 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 这些大商人刻意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 并且用经商赚来的钱置办田产 国王则往往赐给他们正式的贵族头衔 大商人兼银行家雅克·科厄尔 从15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 一直是法国的风云人物 他自己不仅在国王宫廷当差 享受贵族的大鱼 他的兄弟和儿子也将光身居高位 他的女儿则嫁给贵族子弟 上层市民的贵族化并不是法国独有的现象 在英国也是当时的潮流 14世纪已经有一些英国商人成为国王的大臣 伦敦的大商人尤其热衷于为国王上牢 约翰·普尔特尼次次出任伦敦市长 他的后代成为巴斯伯爵 威廉·德拉波尔担任过国王的财政官员 他的儿子是伯爵 他的曾孙是萨福克公爵 两人都是国王的宠臣 这些商人兼官僚同时又都是大地主 到15世纪 不少英国商人走上贵族化的道路 在乡村购买土地 改穿骑士服装 为国王当差 从国王那里讨得贵族的封号 西游封城制和封城和封土制 在14世纪只剩下空洞的形式 实际内容多半丧失 封建主对自己的直接封土的权利 原本受到封军封城之间权利 义务关系的种种限制 然而地产的继承 登割 转让 买卖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现象 不可能完全按照封军封城制度的要求进行 封建主在逐渐发达的商品经济关系冲击下 也越来越要求巩固和扩大他们 处分直接封土的权利 封军对封土的各种权利都逐渐废持 整个封土制趋向解体 封城的军役义务 先是普遍地以纳顿牌钱代替 后来这笔钱因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变得微不足道 缴纳的义务在岁月流逝 地产一手中意见取消 从十四世纪起 应把军队的成员无一不领取军饷 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具有骑士身份 名义上仍有为封军服军役的义务 但为使他们服从指挥 长期安心作战 国王必须不抢给他们 步兵武器和战术的改进 则使国王可以更多地依靠市民和农民组成的军队 封建贵族依然是西欧封建社会统治 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集团 他们以新的方式保持了他们的侧权阶层的地位 学校的发达不仅为市民 也为封建贵族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封建贵族由纠纠武夫 逐渐变成有文化的统治者 中小封建主在庄园失败收入下降以后 纷纷投靠国王 担任各级官职 其中许多人由做官而飞黄腾达 大封建贵族是国王拉拢兼打击的对象 他们与国王的对抗仍是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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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世界英法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终结果是 大封建主一方面失掉了政治上 格局称雄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加入了国王的政府 继续保持显贵地位 这两百连历 却有不少贵族世家破落乃至绝四 不过大封建贵族并没有整个的消灭 只不过是经历了许多变化 大贵族与王室和上流社会 有长期的多方面的联系 他们和他们的子弟升官有捷径可走 而且往往是官僚和贵族中最傲慢的成员 等级代表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西欧工建社会的国家机构 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有的学者把它称之为 建立了等级君主制或新君主制 中古西欧的等级会议 全然不同于近代的代议机关 它在国王的控制下为国王服务 是国王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国的国会产生于十三世纪 在国会产生之前 皇庭中已有由教肃封建主组成的大会议 或者向国王提出建议 讨论税收等重大事项 十三世纪是亨利三世 一二一六到一二七二年的漫长统治时期 当他年幼的时候 大封建主掌握着权力 以大会议的名义进行统治 亨利三世逐渐长大 要求掌握政权和大贵族发生矛盾 他娶法国王后之妹为妻 任用不少法国贵族 以排斥他难以控制的英国大封建主 亨利三世还解好赵黄 未向赵黄纳贡而征客税金 一二五七年 亨利为其子谋求西西里王位 要求开征新税 以出兵攻打盘据该岛的 德国霍亨斯陶芬王室 一二五八年 亨利与牛津召开讨论征税的大会议 封建贵族全副武装来解亨利 提出改革纲领 这个纲领后来被称为牛津条例 规定组成有15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 国王采取的任何措施 均需取得他们同意 只能复诸施行 这实际上剥夺了国王的行政权利 亨利被迫同意牛津条例 但控制了政府的大贵族 为自己的私利而行动 致使贵族阵营发生分裂 亨利之子爱德华趁机活动 吸引了一些大贵族 组成支持王权的派别 1261年 亨利则教皇允诺 下令废除牛津条例 于是导致内战 反对派贵族以西门 德·孟夫尔为首 率军与亨利的军队 占于路易斯 1264年 结果亡党战败 亨利与爱德华军做了俘虏 西门实际上掌握了英国的政权 1265年 西门召集国会讨论国士 出席的除教祖大规族外 还有各军俊首选派两名骑士 各城市选派两名市民参加 这次会议开了以后 英国国会有骑士市民参加的先例 西门以法国人入英国执政 难以持久 不久爱德华逃出俘虏营 领导一支军队与西门再战 于1265年8月 伊夫项母之翼杀败 击杀 西门 亨利的政权可以恢复 爱德华一世 1272到1307年 于1272年即位 他是英国中古的一个著名国王 在位时为治理内政制定不少法令 被称为英国的扎士丁尼 对外发动对威尔士 诸格兰以及法国的战争 使军费开支大增 1295年 为解决各项重大问题 他召集国会 这次国会和西门所召开的类似 不但有大贵族参加 而且有城市和骑士代表参加 这次国会 后来被称为模范国会 被认为是英国国会的开始 实际上英国国会的行程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13世纪时 他并没有定型 是由封建大贵族组成了大会议 但时常单独召开 只是有时召集骑士市民参加 他何时召开 召开的形式如何 均由国王决定 国会这一名称 13世纪时 既用来指大会议 也用来指 有骑士和市民参加的会议 即使会议有骑士和市民出席 他们的作用也很小 主要的决定 都有国会和大贵族做出 国会中的市民代表 为各城市的富有商人 他们支持国王 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骑士则代表乡村中的中小地主 英国骑士是一个开放的阶层 英王为了有足够的人 护兵应和纳顿派遣 规定拥有一定地产收入的自由农民 皆需晋升为骑士 并履行相应义务 这批中小地主实际上并不骑马作战 只向国王纳顿派遣 而把主要精力用来经营地产 他们在地方上多担任治安法官 握有警务 司法和行政权力 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 为反对大贵族专横 他们也倾向于支持王权 英国国会在发展中 建分为上下两院 大贵族组成为上院 骑士和市民代表组成下院 上下院单独召开会议 原来国王主要召开大会议 决定重大国策 只偶尔召开 有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的会议 而所以召集他们 也主要是要他们同意一项新的税法 税收法案 要他们向国王交税 到爱德华三世 1327到1377年时 骑士和市民代表参加国会 方才成为一项稳定的制度 这时也形成了国会每年召开 春季和秋季各开一次的习惯 骑士和市民发现 他们在许多问题上 有比较一致的看法 因而在一起开会 商讨有关问题 特别是联合向国王提出请愿书 以求得到国会和国王的批准 请愿书的活动 建成为国会立法权的渊源 而英国国会也在14世纪下半期 形成上下院分别集会的习惯 法国的等级代表会议 被称为三级会议 由教会贵族 世俗贵族和市民代表 三个等级组成 第一次三级会议1302年 在巴黎举行 是法王菲利斯市1285到1314年 为加强同教皇 土尼法斯巴士1294到1303年 斗争的力量而下令召集的 在此之前 国王就财政问题 同巴黎等大城市的富商商业 而三级会议上的市民代表 则来自全国各城市 1308年的第二次三级会议 是国王为打击圣殿骑士团召开的 某些地区甚至派来了 小镇和集市的代表 与会者多达500多人 法国三级会议的权威 远不及英国国会 通常三级会议 最重要的议题是税收 即当国王要征税时 召集三级会议分摊 而付出最多的 当然是第三等级 法国贵族 对商人的排斥比较严重 商人的贵族化 在14世纪还不明显 所以许多法国大商人 以第三等级的身份 出席三级会议 他们对国王的许多政策不满 参加和领导了 1356到1358年的巴黎起义 这次起义以后 市民的贵族化倾向 明显加强 百年战争激发了 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三级会议决定全力支持国王 于1439年确认 国王可以不仅三级会议 同意征收薪水 此举不仅大大有利于 国王的财政 而且是导致国王 此后基本上停开 三级会议的原因之一 1337年到1453年 英法两国发生了 长达100多年的战争 史称百年战争 这次战争有其复杂的起因 包括王位继承问题 领土争端以及对 伯兰德尔的争夺 1328年法王查理四世子 加配王朝爵四 法国三级会议 以推举瓦罗亚家族的 肥利继位 视为肥利六世 1328到1350年 开始了瓦罗亚王朝 1328到1589年 英王爱德华三世之母 是肥利四世之妹 他以法王外孙资格 要求继承法国王位 但法国以萨利克法典中的 女子无继承权为有拒绝 爱德华三世不甘失败 仍坚持对法王位的要求权 终致引发了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另一个原因是 英法领土纷争 英国的诺曼王朝 1066到1054年 和安如王朝 诺曼王朝是1066到1154年 和安如王朝 1154到1399年 都有法国封建筑创立 因此 英王是在法国有大片领地 后来一些领地相继被法王收回 但正是南部的阿基坦和加斯科 仍在英国手中 于是英国想扩大领土 法国想完成统一 实际纠纷 另外法国北部的 弗兰德尔毛纺织业发达 务富名音 是封建筑垂涎的一块宝地 弗兰德尔一向为法王成属 贝利六世又在当地建起直接统治 当地仿正用羊毛 一向来自英国 羊毛输出是英王重要裁员 所以英王也想控制伯兰德尔 爱德华三世下令禁止羊毛出口 已对法国施加压力 贝利六世则下令没收英王 在法国的领地 两国关系日益恶化 1337年 两国互相宣战而战争爆发 战争开始后 英国先在海上击败法国海军 使英军可以顺利通过海峡 进攻诺曼底 1346年 英国英军在克莱西大败法军 这次战役显示 英国有明明组成的优秀弓箭手 远胜仁固守单极决斗的 战术 单极决斗战术的骑士 英军已少胜波 法军有1500名骑士阵亡 而英国只损失了 三名骑士和40名弓箭手 1356年 从南部登陆的 由英王长子黑太子率领的军队 又在普瓦提哀大败法军 法王约翰二世 1350到1364年 及大批贵族被捕 战争失败时 法国内部矛盾激化 发生了巴黎起义和扎雷克起义 查理五世 1364到1380年 继位后 历经土治 整顿税收 改善军队 阻织了炮兵 并改阻海军 在陆地上 他任命德盖斯克林为统帅 实行巨手要塞 避免和英军正面决战 以精锐不断袭扰英军 消灭其有生力量的战术 因而使战局改观 英国这时 已到爱德华三世统治晚年 年连战争时 国力大为损耗 无力采取更大规模行动 到1380年时 法军几乎收复全部尸体 英国只保留一些严寒据点 如加莱 查理六世 1380到1422年 即法王卫时 年仅12岁 长大后又患疯病 大贵族趁机国权夺利 形成国根地派和阿曼涅克派的斗争 这时 英国亨利武士在位 1413到1422年 他是一个卓越的同帅 亲自率领军队 于1415年攻打法国 在阿金库尔大败法国 英军很快占领了 首都巴黎和法北部地区 1420年 英法签订 特鲁瓦条约 规定查理六世的女儿 嫁给亨利武士 查理六世死后 由亨利武士 及其后裔继承法国 1422年 查理六世和亨利武士 先后死去 英网宣布 由亨利武士和查理六世之女 所生的不满周岁的婴儿 为英法国王 视为亨利六世 1422到1461年 法王查理六世 之子查理退守南方 行甘尺步 伯根地公爵 正是军守法国东部 他想在法德之间 建立一个新的王国 所以和英国友好的 以换取英国的支持 法国支离破碎 形势危殆 1429年 英军攻打卢瓦尔河上 重镇奥尔良 如奥尔良失守 得南方门户洞开 偏安南方异余的查理 也将不能存在 就在这危急关头 农家姑娘珍德 1412到1431年 出面挽救法国 珍德本是法东北部 乡兵与洛林交界处 一小村的牧羊女 她声称 是上帝派她来拯救法兰西 设法在东北部 赶往中部的小城石农 面见太子查理 请求率军解救奥尔良 珍德的行动激发起 不少法国人的爱国热忱 当时流行宗教信仰 也是许多人相信 珍德的神圣使命 大批群众志愿参加她的队伍 一些法军也支持她 1429年4月 珍德率军攻入奥尔良 后又经过激烈战斗 击退英军 解了奥尔良之为 扭转战局 此后 珍德劝说太子查理前往兰斯 在兰斯大教堂加冕为王 视为查理七世 1422到1461年 他继续和英军作战 1430年在康边战斗中 他被伯根地派 俘虏 后又转卖给英军 查理七世和法国贵族 不愿救赎他 珍德于1341年被英国人组织的宗教法庭判为女巫 烧死在鲁昂 珍德虽然牺牲 但是他的英勇精神 说明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不断加强 而英国却处在 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贵族派别争斗时期 势力日衰 1435年 把伯根地派结束了和英军的结盟关系 此后 法军节节取胜 英军不断缩小阵地 1453年 英法百年战争宣告结束 英国除保留在法加莱一岗外 撤出全部法国领土 以后 法王又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 收回一些独立的封建筑领地 包括伯根地公爵领地 到15世纪末完成统一 英国属于百年 英国与百年战争结束后 立即开始了内战 即兰开斯特党和约克党的战争 史称玫瑰战争 1455到1485年 兰开斯特家以红玫瑰为灰 约克家以白玫瑰为灰 他们都是爱德华三世的后代 战争既为了争夺王位 也反映当时封建贵族 入不敷出 靠战争以抢劫 掠夺接大阴丝的势头 张门正规模一般不大 但互相残杀 一些老贵族 世家有之消亡 最后 都夺家的亨利战胜 夺取了英国国王 开始了都夺王朝 1485到1603年的统治 第三节 英法王权强化 我们读到这里 也结束了 明天我们要读的是 第四节 神圣罗马帝国和意大利 欢迎你明天继续关注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